在泰雅族孩子們的純潔歌聲 以及牧師的潛心助導之下 桃園復興區的羅浮和益勝 兩座水資源回收中心 正式宣告啟用 為了保障師門水庫水質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可服地形能關 在水庫上游的淡漢溪兩岸 分別新界兩座 由遠端智慧監控的水資源回收中心 更同步完成了257戶 污水下水道接管任務 妥善處理生活污水 桃園市長鄭文哲 很感謝工作同學的辛苦付出 這次的特色是水資中心 用戶的接管以及管線的部件 三合一完成 可以講很辛苦 因為這裡的居民比較分散 地質又是岩盤的地質 我們很快的克服了挑戰 另外這兩個水資中心 也是採取雲端監控的方式 連結到大溪的水資中心 做智慧管理 我相信也是非常好的 為了不破壞小屋來 特定風景區的景觀 兩座水資中心的建築體 也經過特別設計 隱身在樹林中 並鋪設戰道來串聯 雲內溪溪水區 天空覆道等景點 另外為了因應 羅浮溫泉區的設立 水資中心也特別設計 溫泉廢水處理設施 每天可處理130噸的廢水 協助當地觀光產業發展 小屋來系統包括羅浮以及 益勝的水資中心 今天正式完成 這個工程總經費是 一億八千五百萬左右 我們會處理大概一千人左右 兩百五十七戶用戶接管 同時可以滿足 五千個遊客的生活廢水所需 另外我們也設置了 羅浮溫泉的廢水處理設施 大概130噸 那未來我們羅浮溫泉區的發展 小屋來風景區的發展 將可以得到一個 最好的隱形的建設 讓水質保護做得更好 市府期盼透過隱形智慧的 水資源回收中心 妥善處理復興區居民 和有客的生活廢水 守護用水源頭 保障民眾用水品質 也推展綠色觀光 記者劉宇婷 桃園報導